嗨嗨 群馬Funggames 小豬 分分看 15關我們開始 其實是要一直分 一直分一直分 是有一點 困難的 可是好像也沒有那麼困難 就覺得 這樣 一直分 一直分 最後得到了什麼 還不是 就好像你在整理房間一樣 你就算整理好了也是會有亂的一天 那為什麼我們要那麼認真的去整理 是不是 好像不可以這樣子講 可是 就好像 就好像 就好像你每天都會長 那為什麼你還要洗澡 那種感覺是一樣的 喔這個好簡單喔 這一關還OK 好 這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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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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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 這個 反正 一樣的 我的分法 就是 你就是先把最前面的幾支 可以抓出來的 湊在一起 先湊在一起 然後 然後 再 看第二支是什麼 先把他們全部先歸類在一起 這樣子就可以 有沒有 就很簡單的就可以把它 結束 好 好 剛好四支 這樣子 剛好也四支 好 好 先把他分在一起 好 好 有沒有 沒有 第一支先把他抓出來 然後 再來第二支 可以 放在一起 先放在一起 那不能放在一起的 像現在這個狀況 我是不是 該怎麼辦 喔 他可以飛走了 對 這樣子 好 飛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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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哇 這個好 複雜 解圖 其實很簡單 你看 你看 然後一樣 我們在看第二支 有哪些是可以先放在一起的 先放在一起 這樣子 這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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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飛走 這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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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就更簡單啦 飛走 飛走 飛走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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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是你們會先 選什麼 我會先選小小兵小豬 因為這就已經兩支了嘛 這樣 然後我們看最後一支 最後一支在這邊 所以我們就先把他前面的 可以排在一起的先排在一起 這樣子 好 下小兵小豬 然後 再來最多就是 藍紫色小豬 所以把藍紫色小豬抓出來 那再來就是 鋼鐵人小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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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走了 然後 綠巨人 然後接下來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就解開啦 這個最多藍紫色小豬嘛 然後 然後 這樣藍紫色小豬飛走了 一般的小豬 也飛走了 再來 這樣子 這樣子 小小兵小豬放上去 這樣子 這樣子 小兵小豬 鋼鐵人小豬 鋼鐵人小豬 好 好 第一隻 然後 然後 這隻 這樣子 這樣 小兵小豬 結束 藍紫色小豬 放一起 結束 黑色的 過關 這個最多嘛 藍紫色的 然後所以先把藍紫色抓出來 再來 就有點困難囉 這關 可能沒辦法過了 因為他們 糟糕 這關沒辦法過 這關重來 這關 這關很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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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要 這樣子 小小兵 下來 好 小兵飛走 解開了 解開了 有一句成語是 牽一法而動全身 門蓋那個狀況就是這樣 好 飛走吧 紅色小豬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 好 結束 這關真的有點困難 這關真的有一點點 想一下就可以過了 把第一個最多的抓出來 然後第二個就把他全部先歸類在一起 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 我是不是又做錯了什麼 沒有 可以過 可以過 鋼鐵人小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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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讓小小兵小豬飛走 然後鋼鐵人小豬 放上去 黑的 好 結束 好啦 第26關 下禮拜 就是 那個 青蛙了 我一樣是會 一樣是用 兩集 好不好 愛你們 哦 Muah